好 回到現場持續來關心 這個小犬颱風來勢洶洶 預計最快 下一個小時八點 它的暴風圈半徑 就會碰觸到臺灣的陸地 最可能登陸地點在恆春半島 因此目前我們來看看 首當其衝的墾丁南灣 現在沙灘已經封閉 但是還是有些遊客誤闖 現場最新的情形 我們馬上連線給記者 顧福縣 福縣請說 我們現在所在位置 是在墾丁的南灣沙灘這邊 在一大早雖然說 這個颱風的影響 還沒有非常的明顯 不過沙灘現在目前是插紅旗 也拉風走線不能進入 而海巡人員是一大早 就在這個岸邊來巡視 是因為有一些冲浪客 是趁著風浪還不大的時候 跑到這個海邊來吸水 就被這個海巡來勸離 而其實雖然說 現在的風勢雨勢 還不是非常的明顯 但是從昨天海警發布開始 其實整個南灣的沙灘 都是不能進入來吸水的 那這些冲浪客是被勸離的時候 目前也是離開了海邊 海巡人員也會持續的在岸邊來巡視 以上目前就是在南灣沙灘 為您掌握的情況 好 主要我們現在是位在台東的富岡漁港 可以看到現在是還沒有什麼風雨的情形 但是今天清晨的時候在沿海就已經出現了長浪 甚至氣象署的觀測在今天上午的時候 就已經掀起了四米的浪高 那也因為擔心附近的浪比較強勁 所以附近的船家今天上午也來到了港邊 來巡視一下漁船的狀況 擔心會有這個碰撞的情形 所以趁風雨來之前趕緊來做好最後的加強固定 來聽一下稍早訪問 好 那也因為前兩次的颱風風 是與是都比較強的關係 尤其上一次海葵颱風來的時候 風雨很強勁 所以把附近的周邊的漁船 有這個碰撞的情形也造成了不少的損壞 所以這一次船家們也相當擔心 來做好嚴加的戒備 那根據氣象署的預報 目前小犬颱風它最新的動態 還是一樣維持差不多的強度 那預估它的暴風圈處路 會是在今天上午的九點鐘左右 所以台東的風雨也會持續的進來 登陸的地點預估是在台東跟恆春的交界處 那預估這個颱風中心登陸是在明天上午的八點左右 屆時風力的預估很有可能會達到十到十二級左右 風勢是相當的強勁 所以沿海地區還是要特別的來做好防臺準備 以上是先鏡頭交還給棚內主播 在旁邊的七星潭這邊會已經掌握小犬颱風的最新動態 可以看到目前七星潭這邊雖然是沒有下起雨勢的狀況 但是現場的風勢相當的強勁 就連我們站在這邊的時候 都會有一陣一陣的強風突然打上來 導致我們會有時候會站不穩的情況 而且看到現場風勢光是聽風聲就非常的大 而再往旁邊一看 其實目前的浪在小早的時候 其實浪一度是有達到十米的高度 而且其實越晚的時候浪會越來越浪 看天上山浪花打上來非常的浪 而且包含就連我們站在這邊 因為風勢相當強勁的關係 都會有一些水氣 連在岸邊都會有打上來可以感覺得到 而且稍早也有遊客來到這邊 雖然目前的風勢相當的大 還是有不少遊客來到七星潭這裡 拍照跟觀浪我們來聽一下稍早訪問 但是想問說你們是特別來花蓮玩的嗎 對啊來玩一週 本來要是在台東 可是因為颱風來 所以趕快北上 所以你們今天是第幾天了 今天是禮拜六出發的 上禮拜六出發 覺得有受到颱風影響 就行程有被打亂嗎 對啊要趕快回去 所以今天已經是最後一天了 沒有本來是禮拜六才要回去 所以今天要提前 因為我們騎摩托車啦 比較危險 你環島嗎 沒有一半而已 到台東 對 所以昨天是因為看到颱風 台東的狀況 所以才趕快來花蓮 有覺得花蓮跟台東的差別嗎 昨天沒什麼感覺耶 可是今天就真的很明顯風很大 好可以聽到呢 其實他們遊客說 原本是要在台東多待幾天的 預計在花東這邊是要晚一個星期 但是因為受到小犬颱風的影響 因此昨天臨時更改凌晨 趕快來到花蓮這邊來繼續玩 但是沒有預期到花蓮這邊的狀況 會比颱風來的更加的強勁 包含風勢也是非常的大 也因此被迫他們的行程 可能會提早來結束 那麼其實花蓮七星潭這邊呢 目前雖然是沒有雨 但是稍早海巡人員也抵達現場 這邊拉起封鎖線 因為呢就擔心說會有民眾 不小心越過這封鎖線 來到浪海岸這邊相當的危險 也因此海巡目前說 雖然觀浪是只要不要超過封鎖線 還是可以待在這邊 但是還是會進行一個勸離的動作 以上就是我們在基金潭 為你掌握的最新消息 人們就一定要等到哪裡 我們在第一次 一起努力的動作 搖擾